好 現場非常的精彩 來看是今年台北電玩展 長腿正妹Showgirl全軍出鬥 一個比一個還要活辣辣 吸引宅男粉絲到場 不光一天就有十萬人入場 來看女model 攤位規模最大的手機遊戲 旗下變裝的Showgirl 連上廁所都要保鏢來幫忙開刀 電玩展cosplay美女現身 舞台下至少一百台手機相機 同步舉起來搶拍 因為人氣實在太夯 Showgirl想上個廁所都很難 就算我們連去上廁所 都需要工作人員開路 然後我們才能走過去 可是粉絲還是會一直拿相機 對著我們一直拍 然後他們就是看我們走進廁所 然後女生的粉絲 他們就會衝進廁所說 可以跟你合照嗎 可以跟你合照 有被嚇到 中天新聞鏡頭直擊 舞台旁邊就是女廁 短短十公尺的距離 卻擠滿瘋狂粉絲 要上廁所還有保鏢幫忙開刀 大家集體來上 對我們有現在是鬚鬚團這樣子 女模不敢單獨行動 每個小時組隊放風上廁所 真的有粉絲追到女廁門口等拍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怕showgirl背吃豆腐 廠商派出護瓜使者不敢馬虎 再看看另一頭性感軍裝長腿蠟磨 下了舞台在會場 往哪個方向走 背後就一群人跟著走 而且還會越急越多人 甚至直接開口要求拍照 而且一定要包服 就是武裝手造什麼的 不要被發現 要不然很常被攔截說 要開什麼下班版 就有點危難 還滿長的 大家都會包圍 只能說電玩展正美女模 雖然站台一天 就能賺進五六千 甚至上萬元日薪 但連上廁所都要有人開到 走到哪就被跟到哪 這錢似乎賺的可不輕鬆 記者陳俊傑理解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陳俊傑理解台北採訪報導